鲁智深作为梁山好汉之一,其形象历来都是被读者们非常喜欢的,甚至有读者将其奉为唯一阵好汉。 其知名度与宋江、武松等人不相上下。 他的武器是一把六十多斤重的水墨蝉杖,影视剧中为了突出其威猛的作风,往往被塑造成月牙蝉的样子。 然而,这并不是鲁智深手里蝉杖的真实模样。 那鲁智深的蝉杖到底是啥样子?通过对蝉杖模样的研究,鲁智深出家前的武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历史解读。 蝉杖不是月牙蝉,影视剧中的鲁智深就和沙僧一样,他们手里的武器几乎没有拿对过,月牙蝉就是他们的标配。 月牙蝉这种兵器出现得非常早,它作为具备实战性的长兵器也跟宗教没多少关系。 月牙蝉前后都装有兵刃,前端是一个弯月形的铲,内凹,月牙朝外,尾部是一个斧状的铲饼,末端开刃。 在明清古典小说中,有不少人的兵器都是月牙蝉,而不一定只有僧人才能用。 比如西游记中就有用月牙蝉的人物,不过不是沙士帝,而是万圣龙王的驸马九头虫。 好妖怪,即纵身披挂了,是一般兵器叫做月牙蝉,不出宫,分开水道。 在比如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中,有个以月牙蝉为兵器的河谷星,那拿月牙蝉的姓雷鸣英春是个河谷星。 又比如清代说唐中留五周手下的大将王龙上阵厮杀时的武器也是月牙蝉,而且战斗力还不算低,就提一柄月牙蝉,上马直抵唐银讨战。 最后比如清代说月全传里,岳飞部将董仙的兵器也是月牙蝉。 而且战绩也不算差,董仙大怒举起手中月牙蝉,兆头变大,师拳举己相迎。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月牙蝉就是月牙蝉,蝉杖就是蝉杖,完全就是两种不同兵器。 而且月牙蝉不仅仅是僧人能用,其他人只要觉得用着顺手,也完全可以拿来上阵杀敌。 相反,蝉杖就一般,只有僧人才会用。 现代看来,杖、磅、棍等物体基本上都市上都是可以笼统指代的,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棍的样子就行了。 但实际上在古代,杖就是杖,棍就是棍,磅就是磅。 虽然大致看起来一个样子,其实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磅是两头粗中间细的样子,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金箍棒的制造材质两边和中间不一样。 它的中间是一段乌铁,两端除了有装配有金箍外,还包裹着黄金片用来美观。 中间星斗暗铺陈,两头钱裹黄金片,棍上下中间都一样粗细。 而杖则是一头粗一头细的模样。 稍稀一边是用手拿着持握的,稍粗的一边是用来敲打或其他攻击的,所以古代有一种刑法就是杖刑。 它不是直接打板子,而是用这种一头粗一头细的棍子往人犯的背上,腿上等处抡打。 这个可以参考诸多古代画像,以及清末流传下来的照片等参考,就是两端粗细不同的棍子。 而禅杖虽然有禅字,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是杖的一种,也是一头粗一头细的棍而已。 禅杖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出现,它存在的意义就跟老师手里的教鞭一样,谁上课搞小动作打瞌睡,上去一教鞭让他清醒一下。 禅杖也是禅师们敲打犯困弟子使用的。 唐代诸经要集中宰,应其堪于睡者,以禅杖柱,柱已还坐,若无睡者,欢以禅杖柱本处已坐。 世门禅杖一般都是木制的,而且有时候为了保护徒弟,敲打用的一段往往包着棉布等柔软物,防止真的对弟子造成伤害。 以竹尾为之,用雾包一头,令下座直行,坐禅昏睡,以软头点支,送适适要揽。 所以禅杖就是一头粗,一头细的棍子而已。 鲁智参的禅杖是啥样子? 理论上,鲁智参的水墨禅杖也是两端粗细不同的棍子。 只不过是铁制的而已。 所谓水墨是指禅杖的打造方式,就是用属铁加水精细打磨,没有其他特别花哨的含义。 由于鲁智参跟孙悟空的爱好一样,喜欢用偏重一点的衬手兵器,所以上去就让铁匠打一百斤的。 但是经过铁匠的讨价还价,最终俩人都同意打造成六十二斤的,就这铁匠还提醒鲁智参太重了打造出了样式不好看,因为会显得非常肥大,不好持握。 师父,肥了不好看,又不忠实。 好几十斤的铁打造成一个杖子,肯定就会显得过于粗壮不好看。 就跟金箍棒一样玩口粗细了。 所以简单点来说,鲁智参的标配兵器缠杖,其实就是两端粗细不同的铁棍,跟金箍棒几乎是没有区别。 这在明代堪克的《水浒传》秀像插图中有所体现。 明代中后期的画师杜锦等,所绘制《水浒人物》秀像中鲁智参手里拿的缠杖,大致也是棍子的模样。 但是,看着凹凸不平没打磨好,给人一种适用藤条编织的感觉,木料材质的效果更明显。 万历年间的《中易水浒传》插图中,有关鲁智参的部分也很明显。 它手里就是拿着一根铁棍而已。 但是细看的话会发现,缠杖较粗的一端有个小月牙,非常形似月牙铲的样子。 看下面这幅插图更明显。 当然,两幅图的绘制比例不同,就导致一个月牙看着很小,一个月牙看着就跟月牙铲一样。 实际上,就算一端有月牙,这还是缠杖而不是月牙铲。 清书古典小说《女仙外史》中就提到过缠杖中有月牙的事,但具体作用还有待考证。 立起身来,提了包裹,卷起蒲席,有一条藤蝉的蝉杖,杖头上有个小月牙。 这里不光提到蝉杖上有月牙,而且提到蝉杖外围蝉有藤蔓,很可能就是杜锦所会秀相的样子。 小说中,把总看到和尚的蝉杖带有月牙后,也惊讶地询问这是什么军器看起来颇具杀伤力的样子。 和尚赶紧解释说,老爷啊,是僧人挑行礼的木棍。 据此描写可知,蝉杖上的确可以带有月牙,但是形质很小,不是月牙产那样大,而且也可以缠绕藤蔓。 所以,插图中蝉杖带月牙也说得过去。 在明代杜锦所绘的《水浒人物》全图中,会更清楚地发现鲁智深手里蝉杖就跟铁棍没啥两样。 万历年间的《水浒至林平传》插图中,也有鲁智深携带蝉杖的画像,会发现也是一根铁棍而已。 只不过,由于禅杖前端有阴影,不清楚是否家配有小月牙,看着是有小月牙的样子。 因此,以明代秀相,绘图来看的话,鲁智深的禅杖实际就是一个粗细不同的铁棍,只不过粗的异端可能配有月牙。 再说说历史上的禅杖,从禅杖之名可以看出来,这种杖与佛教僧侣有关,出唐时期,倒是和尚在法院株林中。 说过禅杖的作用,佛听用禅杖者,若去禅杖时应生静心,以两手捉杖放袋顶上,若坐税不止,应其看于税者以禅杖住,住以还坐,若无税者,欢以禅杖者本出以坐。 北宋初,在汴京讲法的和尚世道成,在《试诗要揽》中,是这么解释禅杖的。 禅杖主委为之,用物包一头,令下坐垫形,坐禅昏睡,以软头点之。 同样是北宋,堪称律总祖师的元兆,在《资池记》中也曾说下坐手之巡行,有睡者点起复之。 上面几段话,意思是说,禅杖是用竹子或者芦苇做成的。 一头还要包起来,如果看到有坐禅的人昏昏睡睡,下坐就会用这种禅杖去点醒他们。 为什么要包这一头呢? 因为不管是竹子还是芦苇,都是一头粗一头戏,而人都是习惯于拿粗的那一头。 这样,用戏的那一头去点人,也就是戳人,就容易把人戳痛,甚至戳伤,佛家显然不会这么做。 所以,他们就把戏的一头包上布,这样就不会把那些昏睡的坐禅人戳伤,这么做,既能让人解困,又不会伤到人,一举两得。 较之芦苇,竹子更皆是耐用,再加上竹制禅杖,还能探鲁开路。 甚至作为武器使用,所以后来的罗汉,高僧,或者行脚僧也常用,其禅杖多用竹制成,还因此有了竹禅杖,竹杖之说。 不过,这时候的禅杖,已经不必是直直的了。 五代冠修的十六罗汉诺基罗图中,罗汉便是手持竹杖,敦煌莫高窟中,唐代半虎行脚僧图中,行脚僧是手持竹杖,这竹杖就很不直流,简直就是曲曲折折。 帐则端,清明上河图中,大街上也有一位杭角僧,其后背的囊窃里,也有一根竹杖,上端弯曲。 明清以后,达摩祖师的画像中,达摩也尝试手持竹杖的形象。 禅杖如何成为兵器? 禅杖本来是用于点醒昏睡的作禅者,后来被广泛使用,虽然能作为防身兵器,但并不是真正的兵器。 既然如此,为何明清小说中和尚常以禅杖为兵器呢? 这是因为,前人把禅杖与西杖弄混了。 最初,比丘出去画园时,常要开口敲门,碰到狗也要用杖打,但佛祖认为不应该这样,所以就在杖上加环,这样走动会发出响声,就能提醒别人了。 由此可见,西杖最初的作用就是画园。 但是,传及中国后,西杖的作用加强了,犹如权杖,法杖一般。 所以,唐宋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地藏菩萨,穆坚连等人常持西杖的画面。 这时候的西杖,不但可以通过西杖上还的数量,来象征身份地位,而且在神话故事中,西杖甚至还代表着法力。 比如,穆坚连旧母的故事中,穆坚连手里的西杖,不能除三灾八难,斩杀鬼神,而且还是打开地狱门的武器。 另一方面,在历史,公案等非神话故事中,英雄僧侣不断出现,他们也需要一剑衬手的兵器。 既然僧人常用禅杖,于是禅杖就成了这些和尚的兵器,在《水浒传》、《说唐》、《金平梅》、《玉世名言》、《七剑十三侠》、《飞龙泉传》、《儿女英雄传》、《三宝太监西洋记》、《说月泉传》等书中,都出现了禅杖作兵器的情节。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